我爱你 我让他继续下去 客人都去上 人没有等我 我不照顾你 我要照顾你 你听出来吗 自打海青考上美术专业 父亲就申请了国外的工作 只留下海青艺人和这个空荡荡的房子 慢慢的海青就陷在了悲伤的情绪中 无法自拔 他仿佛被全世界抛弃 品君虽然理解 但还是希望海青能振作起来 因为他不是一个人 至少有自己爱他 我喜欢你 海青 我喜欢 海青 说海青 我现在认真告诉你 我爱你 就算你但是现在这样 我还是爱你 不管你把我当什么 我现在就起来 你能够说什么 你能够说一遍吗 我爱你 我会让你差点继续下去 客人有去上 人会让我回门 我会找我 我 我要从 你听懂了吗 终于在平均的鼓励下 海青走出阴霾 发现出了所有痛苦和委屈 颜飞和男友终于走到尽头 他一再地忍让妥协 并没有改变两人的关系 母亲是他的底线 他绝不会回头了 从这天开始 他再没踏进过两人身负的房子 手下员工赶紧来解释 可颜飞并不想听 也没兴趣知道 我们之前没有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我跟金铭也是我跟他的问题 还有 我根本不知道你们一起去东京 都忘了在乎的一座 未来梦天 平均不仅要上学打工 照顾男朋友 还要抽空来个小惊喜 不要再看一听哦 这样 她的身体越来越瘦 还经常感到疲倦 颜飞公司的广告 需要一个平面模特 正好品君的妹妹 是颜飞的实习秘书 就这样介绍两人认识 而颜飞对品君的形象 也很满意 这天是品君拍摄的日子 看海青没有醒 品君也没舍得叫醒她 只留了张字条就离开了 拍摄还算顺利 品君的形象 很符合代言产品 客户很满意 只是海青出门忘带钥匙 于是给品君发来的信息 品君就已经急死了 恨不得马上抛下工作 去给海青送钥匙 还好妹妹及时阻止 才打消她的念头 颜飞的男友 突然出现在拍摄现场 这让所有人都很慌张 只是这一次 颜飞又心软了 他们的感情 也在反复中 渐渐消磨殆尽 拍摄终于结束 品君拒绝了聚餐邀请 飞奔着去找海青 结果俩人就这样完美错误 海青很气 他不明白 品君为什么会刻意隐瞒 拍广告的事 他有那么不讲理吗 品君处处小心翼翼的体贴照顾 让海青很挫败 我爸没有生气 你现在这样才生气 我怎么小心眼 我出来生气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就是那个意思 好像我认清又白了 好像我还要教你了 你也都不认识了 不是那个意思了 那你为什么要说谎 你就是需要拍广告 为什么要别人在那里 是真的一次要 我来一起说清楚啊 我是许可没错啊 只是我直接找你拿钥匙啊 你为什么要去拿钥匙啊 到底为什么啊 请 请看好不好 颜飞和男友也重归于后 一起来相遇的酒吧庆祝 要说海青也是萌 学姐和他表白 他就当着学姐面出柜 一点面子都不给 学姐好 学姐 这是我的男朋友 陈屁俊 你是海青男朋友 是啊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那我有事先走 这天是品君妹妹的生日 原本要两人一起 帮妹妹庆祝 却变成了三人交织纠缠的开始 我们今天 这是书百青 我的男朋友 你好 我是海青 我问你 我问你 这个男朋友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